以来呢 截止到昨天为止 这部影片已经轻松松突破了艺人大关了 昨天呢 剧组在北京举行了票房过亿暴解新闻发布会 导演叶维姓帅 刘亦菲 慧英红 林彭等主角到场 正式宣告新版倩女优魂成为了四月首部破译华语大片 此前呢 因为忙于拍摄自己的下一步定 刘亦菲呢 一直没有出席新版倩女优魂的宣传活动 此次现在 现在她也特地为之前缺席向导演和观众来道歉了 前一段时间在跑各大影院做宣传的时候 我因为在拍四大民族实在是由于情价 中间有很多的调整 没有办法去跑影院很多的宣传 而在这里要跟导演道歉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跑宣传帮这个电影造势之类的 所以缺席这一块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月和下个月 能够尽量多迷补一些法 也希望观众能够有个关注新的倩女优魂 刘亦菲之前缺席宣传而道歉 但更多的是为新倩女优魂取得的好成绩而高兴 不过 虽然票房过异 但对于电影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 再加上 张公文王祖先主任的老板倩女优魂 27号也在北京举行了首营试 中间于30号起首次在内地供应 老板新版发生了撞车 这也导致观众对刘亦菲板念小剑的评价不绝于耳 而对于这些批评的声音 刘亦菲却坦然接受 其实我很少少网络评价 但我听到记者朋友最多的评价就是不够妖艳 然后也会经常拿我跟王祖先版的相比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评价我都接受 但是我拍这部戏的过程是很明显的 就不能迷失自己 因为就我觉得都是很中肯的 包括这一次出来所有的问题大家看都很准 然后我也知道当时拍的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觉得明白自己心里的那个点在哪里 就是不要觉得一说不好你就真的一无是错了 或者一夸你就飞起来 我觉得那样特别不稳定那个情绪 就是变成无论怎么样我都很开心 但是就是知道自己还能够做得更好 看来刘亦菲的心态其实非常好 而对于网友们的批评她接受之余 还有些小小的不服气 因为自己还没有使出浑身的本领 有了这次的感悟 看来在今后的电影中 刘亦菲一定会卯足了劲带给大家惊喜了 而她也透露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我现在也在拍下一部电影 然后下下一部电影也马上要拍 你能透露一下是什么 一部是四大名鼓 还有一个是鸿门宴 据悉心怯女幽魂上映六天 便以七千三百万的票房成为了春季党籍的新冠 上映过十天就票房过亿 对于马上迎来的五一黄金党 任何非对影片的票房会有怎样的期待呢 你到底是谁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是人 你是有 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票房其实我拍的时候 我就主要是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票房呢是霍华 然后我当时也跟自己说这一戏出来 无论是什么样的票房 我都会很高兴 跟导演应该跟导演一期差不多吧 我想 新记者北京报道 在新版借女幽魂上映之前呢 很多人会把刘依妃拿来跟王祖贤对比 甚至有些不理智的网友称 票房不好就是因为刘依妃是票房毒药 如今呢票房过亿 证明了刘依妃的票房号召力 她绝对不是票房毒药 那关于新版借女幽魂 相信很多观众是冲着刘依妃与少群古天乐 这几位新版人物而去的 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观众是想走进电影院 从新版中找一找十年前的回忆 四月二十七